狗粮买的太多 蝉使官忙着分装蜜蜂 贪吃狗狗却一直在捡漏偷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果妈 有没有发现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呀 回到我们西安的家了 之前呢在老家待了三个月 回来之前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他们买好狗粮 我买了这种超大包装的 因为这两只猪真的是太能吃了 总买小包装呢很不划算 但大包装的呢一拆封保质期就变短了 所以今天呢又是我们分装狗粮的日子 又可以吃肉肉了 就真空道上写个日期 开始装狗粮咯 哟 火龙狗急了 好乖啊 好着急呀你 火龙狗知道是你的吗 啥鬼真想吃吗 防止狗粮瘦肠呢 要放一袋这种干燥剂 不能装的太满 小狗粮想吃了 先给你尝一个 呦 嚼得香的 咖啡脆 狗粮还想要呀 一会儿你都吃饱了 好了 最后一个 这一包呢是肉干平常跟他们狗粮混着吃 就你知道的多 哎呀 小吃货 直接下嘴咬 你这小强盗吗 大几岁的狗狗就是比较聪明 光等着吃肉 小狗真好可怜呀 给你吃吧 给吃 一口水都流出来了 你又来抢 你这臭火龙果 好了 最后一颗 好了好了 该封了 它们也要封了 馋封了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 吃不到呀 这边可以过去 既然没人管 那我就不客气了 别吃 别吃 还没封好了 我吃 真好吃 真好吃 那里基地被你们发现了 小烟朵快看 谁偷吃呢 我们小烟朵都看见了 要打它 你说我看见了 我可没吃 都是果汁缺的 终于弄好了 可真是个大工程 一共分了十来道 两只狗狗着急地 光在这儿解漏 火龙果这个坏家伙带头吃 这样都抽真空了之后呢 狗粮就可以保存得更久一点 狗狗们也吃得更新鲜一点 对它们的健康肯定是更好的 养了狗呢 它们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这里是萌西人火龙果 我是国妈 关注我 跟我一起快乐地养狗吧 可爱的小伙伴一定都会关注我 喜欢别忘了点赞 评论 转发哦 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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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